刚刚我提到说应该先安眠 那这个桃园看起来现在应该是 可能不会出选 那您之前提到说其实选举要公平 会不会希望说其实桃园 还是可以来办个初选 其实我认为只要是这个 大家能够接受 在我个人认为 当然是办初选是很好的 但初选有利弊得失了 如果说大家都是心胸很开阔的 而且是很这个替党着想的 我们愿赌服输 大家都很公平 而且是真正从那非发自内心的 认为说这个初选结束 谁能够出现 我们每一个人都全力以赴来帮助他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然你光说初选 但是大家心里不平衡 你初选他出来了 我说这里面有问题 我就不服气 或者说你的题目有问题 或者说你的初选不公平 怎样 都会有各种的不同的一个理由 来认为不满意而挑衅 所以像这种事情 你说初选公不公平 初选是很好 可是一定要每一位参加初选的同志 愿赌服输 愿意全心全力的以赴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否则什么制度都会有它的一定的缺点 你说我这个钱刚不断 我自己说要谁就谁 那你就说你这个党主席太霸道了 所以很多事情我特别看到暗昧 内部宣音协调和谐 把所有的方式都用尽了以后 我说好了 那么我们又初选 可是大家筹话说在前面 大家要同心一致 否则公党永远就不能再起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